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明寒十一 黑米紫米是一种营养价值特别丰富的粗粮 平时我们多吃一些带有颜色的穀物 对身体呢,有说不完的好处 那平时我们一般都是用来煮粥或者煮米饭吃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黑米紫米不一样的吃法 做法简单,营养又美味 很多人都没有这样吃过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办 首先,我们准备150克黑米倒入碗中 150克紫米倒入碗中 加入清水 把它淘洗干净 紫米黑米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尤其是表皮这层黑色物质 所以,我们在清洗的时候 一定不要去搓洗 不然会破坏黑米紫米的营养 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到两次就可以 然后,把淘米水倒掉 再次加入清水 放在一旁,给它浸泡三个小时以上 看看,这是我浸泡了四个小时的黑米 几乎已经吸足了水分 用手一捏就能捏碎了 像这样就可以 然后,连浸泡的水一起倒入电饭锅中 选择煮饭间把它煮熟 大约煮40分钟左右 接下来,准备一些配菜 几朵清洗干净的香菇 把它切成细丝 再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接着,准备一个胡萝卜 把皮去掉 去皮之后呢,把它切成片 再切成细条 再切成细条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和香菇放在一起 跟着,准备准备几颗洗干净的小葱 把葱叶切掉 把葱叶切下来不要 只要葱白部分 然后,把它切碎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 再准备一个生姜 先切成片 再切成丝 最后,切成姜末 最后,切成姜末 最后,把它切成小丁 煮熟了 打开盖子看看 哇,真的是好香呀 然后,用勺子 然后,用勺子把它搅拌搅拌 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锅烧热 倒入少许的油 油热后,放入腊肠丁 翻炒出香味 先把腊肠丁炒一炒呢 这样吃起来会更好吃 炒出香味后 再把葱姜末倒进去 翻炒均匀 同样,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后 把香菇、胡萝卜丁倒进去 豌豆也倒进去 继续翻炒均匀 这里,用大火翻炒两分钟左右 再转成最小火 接着,来调个味 加一勺盐 一勺胡椒粉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再把所有的食材 翻炒均匀 炒至入味 跟着,加入半碗清水 水的量可以没过食材就行 盖上盖子 小火炖上五分钟 煮好之后呢 将它翻炒一下 把里面的汤汁收干 像这样就可以 这个时候,把黑米紫米饭倒进去 翻炒均匀 朋友们,视频看到这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 翻炒均匀后,给它盛出来 装入大碗中 放置不烫手的时候 取一撮黑米紫米 放手中捏一捏 把它捏成团 再搓圆 像这样就可以 再把它依次地摆入盘中 全部做好之后 另准备一个小碗 打入一个鸡蛋 用筷子把它搅散开 再准备一个盘子 倒入适量的玉米面 接着,取一个黑米紫米团 放在鸡蛋液中 给它均匀地裹上一层鸡蛋液 再取出来,放在玉米面里面 均匀地裹上一层玉米面 然后放到手里面捏一下 使玉米面呢,粘得更紧实 像这样就可以 全部做好之后,放入蒸屉中 盖上盖子 然后把它放入蒸锅中 水开后蒸20分钟左右 时间到后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一股浓浓的黑米紫米 腊肠的香味扑鼻而来 真的是太香了 看着,都太有食欲了 装入盘中呢,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 黑米紫米这样做 吃起来超级的有营养 软糯清香 里面有腊肠,香菇,胡萝卜,豌豆 吃起来,营养均衡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黑米紫米,以后不要再煮粥了 学会这样做,全家都爱吃 吃起来,咸香味美,可好吃了 一次性都可以吃好几个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是小韩,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拜拜